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除了玛丽安之外 论坛上还有两名讲者 分别就是律师戴安 还有编辑记者莫哈尼 他们就促请公众以及政府以理性思辨 还有沟通对话的方式来看待 揭开这一个投金的课题 这个事情其实也惊动了掌管宗教事务的首相署部长姆加西 他就发出了这个文告就指出严重看待上诉的这一个推介里 还有论坛 并且相信雪州的宗教局会展开公平还有妥善的调查 在马来西亚的联邦宪法 宗教事务是属于州政府的权限 那么现在雪州宗教局已经展开调查 但是联邦政府也开始关注这个事情了 经历了改朝换代 可是宗教局的基本上他们的思维 他们的思想模式 思考模式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以前敏感的课题来到现在 换了政府之后依然是变得敏感 不会说有太大的改变 当然我们希望换政府之后 能够撑开更大的言论空间 让更多议题可以在理性 在知识性 以及在健康的氛围之下进行讨论 看来这个难关其实不容易过 另外三名的演讲者 今天也有发表了联合的文告 就谴责宗教局的调查 是对于社运分子 还有活动主办者的一种骚扰 还有就是这一个恐吓 就妨碍了公共领域的知性讨论 他们表示愿意配合当局的调查 不过也强调这项活动 并没有违反任何的法律 那么宗教局针对这个事情展开调查 会不会是小题大众的一个文号 有这个必要吗 真的有它的迫切性吗 那么我就觉得说宗教局 其实还有更多更重大的议题 值得他们去关注 值得他们花时间 花精神 去关注以及去提升 比如说如何提高穆斯林的竞争力 让他们摆脱贫穷 或者是如何珍惜大马多元种族 多元文化的这一个特色 这来的更重要 以及它的格局会更高 而不是进行这些看起来没有太大迫切性 以及没有太大必须要进行的这种调查工作 这个调查工作就有如刚才有提到的 就如恐吓或者是制造摆设恐怖 为一些女性 让一些为女性议题发言的女性分子感到恐惧 今天戴头巾的人权律师拉蒂花也批评宗教局的做法 他认为伊斯兰是不强迫人 也反对强迫他人配戴头巾 他其实并不同意强迫女穆斯林这么做 他说只因为那个人不戴头巾 他就会下地狱 他就会变这一个叛教者 他说拜托啦 这是一个极端的思想 目前我们暂时还不晓得说 宗教局是基于什么理由 以及基于什么法令 引述什么条文来进行调查 但是它的影响层面 远远超越了宗教的面向 因为这种出线条的方式 高压的方式将会限制公民社会 针对宗教课题进行理性 知识性的良性讨论 同时也会让日后更少人愿意踏出一步 他往前踏出一步 去讨论这些课题 那么这种情况将会让社会继续维持在原本的一个状态 不会有太大的一个突破 因为你一提出不同的观点的话 你可能就会面对调查 或者是面对对付 那么现在大家都会变得更静静 面对一些课题的时候 大家都不晓得说该不该谈 那么这种氛围 其实对整体的新马来西亚的发展来讲说 不是一个好事 那下一段回来我们就关注一下 之前我们也提到了很多关于这一个柔佛换大城的风波 那现在另外一个议题马上就受到关注了 就是柔佛的行政议会 我想同样的除了关注这个柔佛州换大城的风波之外 接下来柔佛州的行政议会的这个人选名单 现在也备受各界的关注 我是佩玲 那新的大城沙鲁丁就有表示 州的行政议会重组将会在这个星期结束 并且有了这个定案 他应该会在下个星期之前就公布他的这一个行政议员的名单 那目前媒体已经揣测了两名行政议员可能会被除名 分别呢就是掌管地方政府科学和公益事务的陈鸿斌 还有呢就是掌管公共工程基建以及交通事务的马兹兰 马兹兰呢是柔佛土团党的财政 而陈鸿斌呢则是柔佛行动党的州秘书 那么消息人士就说这两人可能出局 背后的原因呢是可能跟柔佛王室的关系欠家有关 哎呦怎么又是跟柔王室有关呢 那么陈鸿斌在一些课题上呢根据媒体的报道 在一些课题上呢与王室的立场不同 发表一些王室意见不同的言论 那么西蒙执政之前呢陈鸿斌在州议会的时候 他曾经提到说要求州议会的这个会议能够现场直播 但是苏丹呢则不同意这个看法 所以两者之间呢就有出现了矛盾 那么现在西蒙执政之后呢 陈鸿斌他掌管的其中一个事务呢就是地方政府 但是偏偏在这个时候呢 两名县议员先后发表冒犯苏丹的这个言论 陈鸿斌你身为这个掌管这个事务的行政员 那么他就必须代为曾经同事也向苏丹道歉 那我们来想一下哦 如果呢这个马兹兰还有陈鸿斌呢 就是被割爱的话 再加上前大臣奥斯曼呢所腾出的一个空缺 那新的这一个柔佛州的行政议会呢 就会有三名的新人 当然也包括了大臣了 那根据了解呢 土团党还有行动党呢已经有了这一个人选 那其中呢就是这个火箭的士都郎州议员呢 曾家恩可能会成为行政议员 那么其他人会不会被割爱 我就不晓得 不过陈鸿斌的可能性呢是凶多吉少的 我有发短讯问他 WhatsApp问他说怎么办啊 他只是简单的很标准的回答 就是所有的政治人都会这样回答说 一定就要有党决定 目前不愿自平 如果有留意他之前在社交媒体所发表的这些谈话跟一些观点的话 就可以看出 其实他是敦促行动党以及西蒙的领袖 在这个关键时刻 应该要坚守君主立宪 以及不要受寡头政治的这一个欺凌 什么是寡头政治 寡头政治就是说 一小撮人掌握了政权 而这一小撮人所组成的这个小圈子呢 是由极少数的利益集团所操控 那么他们要操纵这个政治的制度 陈宏斌就有说 柔佛改组行政议会呢 他希望啊 收惠的是人民 而不是其他的利益集团 那改组后的这一个州领导的阵容呢 理应要比之前的更优秀 更有魄力 而且呢 是更能够呢 坚持不懈的推进西蒙的这一个改革的一城 造福柔州的子民 他就寄望呢 行动党还有西蒙的这一些领导 能够在这一个国家整形的关键时刻 能够坚守呢 君主立宪的精神 深化民主的改革 他的声明呢 有两个重点 第一呢 就是君主立宪 第二呢 就是寡头政治 我们先谈谈君主立宪 大家都知道 柔佛州的王室呢 是积极主动热中关注于 柔佛州内的这个书 这种参与度和投入度呢 经常都引起议论 到底统治者的角色 跟他的这个功能是什么 前柔佛州大臣 就是奥斯曼他 他向苏丹臣辞之后呢 苏丹就说 要换大臣 他设下了一个条件 就是要改组州行政议会 不过新的大臣呢 他在上任的时候 他第一场记者会呢 也提到说 要改组州行政议 但是他就没有说 这个到底是不是苏丹下的这个阅子 那么苏丹和王储呢 高度关注 这个州的这些发展 不断地提出各种 不同的观点和看法 那么苏丹的这种表现 王室成员的这种表现呢 其实是好事来的 难得有一名关心 州内发展的这个统治者 不过一旦过了 这一条君主立线的红线的话呢 那么如果从关注变成干政 从建议变成指令的话呢 那么这就违反了君主立线 马来西亚的建国基础呢 就动摇了我们的国本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 欢迎回到主编点新闻 我是佩玲 我是志芳 反贪污委员会呢 进来非常的忙碌 那去年呢 就忙着查这个前朝高官的 贪污舞弊案嘛 那也像呢 就是巫统呢 就是动刀 那如今呢 反贪汇啊 就开始彻查国大党掌控的 麦卡控股公司 同时大马呢 就叹息啊 反贪汇呢 现在是到了这一个 麦卡控股呢 位于巴胜的办公室 还有该公司秘书呢 位于15倍的办公室呢 就进行了这一个 搜众的工作 并且呢 也带走了一些档案 还有文件呢 就是协助调查 麦卡控股呢 是国大党的投资币榜 它可以说是 MIC Link Company 对许多贫困的英语来说 麦卡控股就等于了 国大党 它成立的目的 就是用来帮助以及提升 英语社群的生活水平 维护他们的 这个本身的这个权益 它可以说是一种 维护民族经济的一个工具 它就类似 政府成立这一个 国民信托基金 来协助土著 它的用途 它的做法是 差不多都是一样的 不过麦卡呢 已经成为了 英语社会的一个商通 也成为国大党的一个丑闻 因为麦卡控股不断的亏钱 那么每当到补选或者到大选的时候呢 都会成为政敌用来攻击 国大党的一个课题 麦卡控股 它是成立于1984年 那么它的主要董事 都是来自国大党 麦卡它成立初期呢 其实它是集资了很多钱 当时呢 集资了差不多有超过一亿令吉 而它当中呢 下面有整七万个小股东 麦卡呢 它投资在金融啊 保险 研究 以及其他领域 包括媒体领域 他们都有投资 那消息人士就有指出呢 反弹会呢 将会展开更多的一些 搜证的行动 并且呢 也准备呢 就是纯照一些人问话 反弹会呢 是因为在三月的时候呢 就接获了这一个 吹销者的投诉 就指这一个麦卡控股呢 就涉及了贪污 还有呢 就是滥权 并且呢 在昨日的时候呢 就展开了搜证的行动 那根据这个 透视大马目击的文件 就有显示 该公司啊 就被指呢 在2000年到2007年之间呢 就涉及了可疑的交易 那么麦卡最大宗令人质疑 以及令到这个印记社会 不满的交易呢 就是发生在1992年 礼貌幻太子的事件 当时呢 财政部就拨了 1000万的这个 马电讯的股 给麦卡控股 但是后来就被揭发 这1000万股当中呢 有900万股 竟然被人家提捷 然后落到三家神秘公司的 这个口袋当中呢 那么三家当中 其中两家 他们的角出资本 只有区区的两令吉 所以它是空壳的公司 根据当时的这个 马电讯的股权的 股票来计算的话 这一笔呢 其实是等于7000万令吉 换言之 就有三家公司 在很轻松的情况之下 就捞了7000万令吉 所以这个课题呢 是印尼社会感到 极度不满的一个课题 那根据呢 山拉月报告 2月的时候 就有一个报道 那麦卡控股呢 就支付了 数百万令吉的现金 还有其他的 这一个支付的方式呢 就付款呢 给予这一个公司的 前总执行长呢 维尔巴黎呢 有关的公司 所以呢 反弹会就展开了 这一个调查 那根据麦卡控股呢 清盘的最新文件 就有显示 维尔巴黎呢 是亏空了 这一个公司的 巨额的资金 就导致了 这一家公司倒闭 那这一家公司呢 大部分的资金呢 其实都被转移到 跟国大党领袖 相关的一些公司 维尔巴黎呢 目前就是 国大党的总秘书 他也是国大党强人 前主席 三美威鲁的儿子 不过 他否认就是有犯错 他就说啊 是这个麦卡控股呢 转移资金给他是因为 公司欠他钱 不管他的解释是什么 现在民众知道的 就是麦卡控股呢 跟三美威鲁 跟他的这个儿子 维尔巴黎是有关系的 那么随着这个东西 被带上 被带上反弹会 那么反弹会进行调查之后呢 那么会逐渐的揭露 更多麦卡公司的投资项目 所出现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很多的这些烂账啊 那么过去二十年 甚至三十年呢 麦卡控股的这些小股东 都投诉我们 他们知道说这家公司 不断的亏钱 投资项目是没有 没有办法让他们赚到钱 但是过去因为是国政掌权 而国大党呢 是国政的执政党成员之一 那么当时呢 印翼只能够把他们的 一些委屈跟牢骚呢 埋在心里 直到2007年 发生一件非常大的转变 就是Hindra信权会的 这个抗争 那么2008年 308的政治海啸 印翼社会 对政治的这个崛起 然后来到509 变天之后呢 现在可以看到 政府以及反弹会 已经开始动手动刀 针对过去所发生的一些 弊端贪腐案件 展开调查 其中的一个 就是跟国大党有关的 麦卡控股 没错 那如果呢 你想要跟进这则新闻的话 那一定要请你呢 留守 每一天准时播出的 主编点新闻 谢谢志峰 明天同样时间 一起听懂更多 掌握每日关键 精辟新闻点评 主编点新闻